我自己就聽我老爸說 其實他們以前捉魚的話 其實都不會理太多 主要就是大概看到哪裏 就是猜到風向水流 哪些位置會多雨 他們就在那裏放過 或者可以澄清一點 未必是側供在珊瑚那裏會有鬼網 其實只要那個位在水流 吸引到有魚的地方 那裏就會有人去捉 而香港的鬼網 就是因為香港的魚 都應該被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捉得七七八八 所以其實就變成了 香港你會見到很多舊鬼網 真的見到鬼網 我們通常都會見到幾種 教練都應該會知道 有些就半浮半沉 那些很明顯是新的 有些已經踏在水底裡 那些有時候我們未必會搞它 因為有時候它已經在那裏很多年 或者固定了不會走 它反而變成了一個生態 更多的就是一些浮浮下 很明顯是因為勾到珊瑚或石頭 搞不定就把它放在水裡 那數量其實是看地方的 即是多些硬山湖的地方 其實它會比較容易踢網 即是我非官方或是不科學的方式 我經驗上是會比較多的 即是有多生態價值的地方 反而容易踢到鬼網 我也看過鬼網真的踢到很多魚 除了蟹之外 但是它又沒有拿走網 即是魚進去又就是白白的 在裡面就死了 其實很明顯那些魚的 魚業的措施 或者保護的措施 或者粗食 是完全影響海有沒有魚 而且也不是說多亭少 其實只要這個份量的網 其實可能可以死一百條魚 例如你可能放一個籠 你拿不起來卡住了 但是你剪了一條繩的話 我告訴我 你條繩一直在水裡飄的話 那個area就不會再有魚 因為它會覺得那裡有捕獵者 那位置就不會再聚集魚在那裡 其實是海洋最痛的 最不想見到的畫面 其實就是那種破壞 那種破壞可能是鬼網 但其實你只看見鬼網是可以的 只捉了它拿走 但是如果你看見鬼網上面 譬如我告訴你 有隻蟹 你看到它是很新鮮 很生眼的 但是它兩隻鉗都沒有了 那你夠不夠它呢 其實你都知道它是死路一條 你無手吃東西 這個是很令人難過 香港有一種 不是太常見的六角珊瑚 其實它的形狀很甜 有很多壓差會很容易卡住 你很容易會見到 它有一半是死了 有一半是還在生長 而這一半的原因就是 完全是鬼網 而你拿這個鬼網出來 就算它很難拿 因為它卡住得很緊 基本上你真的可能用一支樽 才能幫得到那半塊的六角珊瑚 就讓它不要連那半塊都沒有了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漁網是種多垃圾裡面其中一種 就是垃圾對那樣的影響 它的網不是會收回來就是垃圾 是的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本身不是垃圾 當一個工具變成垃圾 而這個垃圾又會對海洋 對生態對環境有影響 其實就不能夠視而不見 因為其實我想過的損失 剛才說的很多 但其實你再想回前 其實不見了這個東西的人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損失 我們《鬼網精編》這個項目 其實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 就是希望用公民科學家的計劃 去解決這個鬼網的問題 全世界都可以用這個項目 作為一個借鑑 這樣去看看 會不會可以用這些不同的方法 去解決鬼網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專注在香港的水域 或者專注在香港自己本身的漁業的問題 而是其實是一個很全球性的議題